蜀牛虎兔龙年来了 华南银行分享财气 送上Q版生肖发财金 2月5号到7号一连三天 总共准备超过5万份 过年完还加码推出 金库加持过的招财米 包装设计成金砖造型 数量有限一共1万份 这是您的发财水 祝您新兴向龙 龙年新大运 感谢 红彤彤的评声 映着谐音新兴向龙 原大银行不只有发财水 还推出招财百事 散发着黄色水晶光芒 带有健康财富象征 1月20号起 民众可以择衣带走 而这只龙宝宝铺满 则是在三月底前 完成指定理财任务 就能领取 银行本身就有一个 聚财的这个象征 所以我们每次发放发财水 客户都真的是供不应求 非常热烈 所以我们今年 准备了14万份 银行它是放过银行的金库的 所以会有招财聚财的作用 所以一定要来理 股价越高当然是越好 口渴的时候喝起来 当然特别的酥爽 许多民众准备手刀开抢 中信银行也推出年利 发财金与发财水 选在开工日发送 另外春节期间 到兆丰银行洽工 也能免费索取限量发财米 不过带回家该如何处理 风水专家分享几招 财院不好啊 你就先把它喝一点嘛 然后先把它留一些 感觉财院有进来了 停止不要喝 这个就是祭财法 米的话你尽量在 盐小姐以后或者之前 都可以煮来吃 煮西饭不要煮饭 因为煮西饭它才会扩散 它会吸更多的财进来 风水专家说 招财米可以煮成西饭 发财金则可以放在 钱包里聚财 每年银行的招财小物 都让民众趋之若鹜 每日新银行传播和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咨语